以传票前网住处歹然送到北检讯问 据了解Nono情绪平静还跟班人员闲聊 警方拿着传票搜索票上门 插控了手机电脑等等的3C产品 他也表示迟早要面对 而蜜兔事件连月延烧 Nono今年6月被爆料 他的脸书宣布即刻起停止演艺工作 诚心深刻反省之后就从荧光幕消失 神隐多日 今天也是他首度露面